红黄色光芒在夜空中翻转 南极绚丽 极光美景 华大前旅游 也不一定看得到 近期大陆南极观测站真厨师 消息一出引起热烈讨论 招募第三十三批人员 找寻的厨师条件 必须包含高级中餐烹饪厨师资格 工作资历达十年以上 且年龄要在二十八到五十岁之间 寒州台并年薪一百到一百二十五万元 原有的工作福利保留 可到南极观测站工作一年 不过这项工作可不轻松 因为极地做菜的食材本身有限 今天那个吃的是萝卜炖肉 然后肉末绘豆腐 还有一个这个鸡菜拌粉丝 所有的这个肉是包括蔬菜 基本是一个冷冻的位置 除了蒸厨师外 这次蒸材的项目 还包括医生 电子工程师 机械师等其他人员 在极地有机会看极光 还能清净器额 不过必须适应一年当中 有五十四天连续白昼 五十八天只有黑夜 冬季考察站周围的这个气温 会低达零下四十度 在夏季最高的时候 也就是零下两度左右吧 大多数的时间只能是待在室内的 室内篮球 跳绳 或者跑步 健身器材等等 包含WiFi上网 休闲活动 一样都没少 而高价聘请极地厨师 引起不少人怨学欲试 记者陆兹宇综合报道